大家好,我是Sammy 英国上个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焦点除了取消Londomisa之后的新税制外 有关物业的税项都有两个改动 就是将物业资产增值税由28%降到24% 省了4%税也不少 另外一项就是取消了多套住宅印花税的负面 究竟这个负面是什么? 关不关大家事呢? 今次我请了英国专做退税的Test Consultant Eric 跟大家讲解一下新的政策 还有,香港不是废除辣椒税? 甩命的话成本降低了 原来这个动作都有机会可以省税 一会就会跟大家讲 记住看到没有? 开始前先做个免责声明 虽然影片的内容已经力求准确 但由于政策不时有变 如果更新了的话 都未必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所以这里的内容只可以做参考 一切资料就以官方公布为准 另外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觉得影片有用的话 就记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Eric 你好 很高兴又请你上来和我们讲解一些退税的东西 今次我们就是想问 财政预算案实施的新例之后 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好,我是Eric 是做Test Consultant 最近大家都知道 英国出了个财政预算案 就说会废除多套住宅的印花税分娩 而且就会在6月1日生效 究竟什么是multiple drilling relief呢? 对大家的影响大不大呢? 另外,有什么印花税分娩仍然维持呢? 我稍后就会讲一讲 还有,香港最近废除了辣椒税 原来在某些情况下 是会有利英国退税的 我稍后就会讲一讲两者有什么关系 另外,很多人都知道 只要卖出前自住物业 就可以退回英国的印花税 大家又知不知 如果要以根换自住物业的理由退税 其实是要同时符合四个条件的 如果某些条件不符合 就算已经退税 也有机会被税局要求还款的 海外买家印花税也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不符合两个条件 就算成功申请 也有机会被复合的 由于这件事 都关系到很多想着退税 或者已经退税的香港人 所以大家真的要花点时间听一听 最后我会讲一讲 预期抵达英国 而退回海外买家印花税的例子 究竟什么是多套住宅印花税分娩呢? 原来这个是在同一个买卖合同 即是说同一单交易之内 一次过买多一个物业 就可以用物业的平均价钱 计算印花税了 税局其实是给了一个例子的 例如如果你以100万磅 买了四间屋 四间屋的平均价格 就是每间25万磅 由于25万磅以下的物业是免税的 所以是不需要给任何印花税 不过由于仍然最少要缴付总物业价值1%作为印花税 那买四间屋只需要给1万磅 但是新措施下就废除了上税的分娩 并且6月也有生效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 购买多个物业的话 仍然都会有税务优惠 有什么印花税分娩仍然维持呢? 那我们看看 如果在同一单交易购买六个物业 那其实可以界定为商要交易的 那就可以以非住宅物业的税街去计算税行 是不需要给任何额外印花税的 补充多一点 以前在英国买两至五套物业 一般印花税那里是有优惠的 特别是你的交易里面 有一些大额的物业就特别优惠的 例如你有一套物业是买了五十万 另外一套是买十万的 因为二十五万楼下的楼价是免印花税的 十万那间就不用付印花税的 但五十万那间搜二十五万就不用付 之后那二十五万就要抽五%印花税 即是说你就要付一万二千五百磅的印花税 但在这个多套物业税务优惠下 是可以将两个交易一起计算的 两套交易价是六十万 即是你平均每间的楼价是三十万 换言之 你每间有五万磅要抽五%税 两间合起来 其实你只是付五千英镑的印花税 但因为最少要付总楼价1%印花税 所以都是要付六千英镑才对的 但都省了六千五百英镑的税款 不过提提大家 旧税制仍然要付2%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3%第二物业印花税 不过新例之下 这个优惠都取消了 买二至五套房是要付足税 即是无论一般印花税 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第二物业印花税 都是要付的 但如果大家一次过买六套物业 反而有个好处 虽然一般印花税不能免 但仍然可以当非住宅交易去办理 可以免给海外买家印花税 和第二物业印花税 如果物业含有商业成份 例如前铺后居、上铺下居等情况 亦不需要付额外印花税 这即是含有商业成份的物业 是有税务优惠的 另外如果物业不适合居住 需要有更大维修 在某些情况下 都可以免除额外印花税 这部分在上一条片 已经说得很清楚 怎才为不适合居住 有兴趣可以找回这条片来看看 另外一个最多人知的情况 就是买入英国自住物业之后 三年之内出售前自住物业 就可以退回第二物业印花税 不过当中其实是有些误拘的 有些人是错误地申请 我稍后就会说一说 另外我刚才说过 香港最近废除了辣椒税 最近我的客户因为税务考虑 都开始在部署 将自己的香港物业 转名给家人或者公司持有 其实只要香港的自住物业 再不是你个人或者配偶持有 即是说得了名 这也是符合卖出前自住物业的定义 可以退回英国物业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更多的香港人 可以符合以更换自住物业 为理由退税的条件 我在这里补充多一点 因为之前香港就有辣税 持有多过一套物业 就要额外给15%印花税 但现在切辣之后 你转名脱手给其他人 就算其他人有物业的话 不是手指 都只是给普通的重价印花税 成本相宜很多 可能有些准备移民过英国的朋友 就会想 如果把房子转给家人持有 好像爸爸妈妈 因为妈妈不过英国 第一 房子卖出有钱赚 就不用给资产增值税 收租又不用给入息税 又或者把房子转给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因为有限公司都是一个法人 不用交英国税 只是拿钱出来才要付税 但也有机会省税多过个人持有 这个之前和David这条片也有说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这条片 这里重点想说 是多了人考虑把香港的房子甩名 就算有些人不脱掉100% 脱50%也好 因为日后计资产增值税 或者计租金入息税 起码都给少一半的英国税 而且脱50%权益出去 例如一层600万的房子 50%只是300万 300万在香港原来只是给100元印花税 加上律师费成本也不是很高 这里随时省多过给英国税 最重要是 如果你那层楼是自住楼的话 日后英国买了楼 你就再将你这层楼脱出去 卖出去之后 就算你只是持有50%权益 你再卖出去 都是有机会退回英国给多了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一样这么说 如果你一开始 你有50%份额的话 其实你买英国物业的时候 你本身都是要付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因为你是居住了一个资源 在一个资源那里 那其实呢 怎麽才不用比呢 就是说如果你居住的资源 是少于4万磅 例如香港有一层8万磅的楼 那你只有一半的业权 那你居住的业权 那你居住的业权 那个考虑就是4万磅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当你是居住一个业权的 那你买英国物业的时候 就不需要付这个第二物业印花税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的话 其实呢 就你买英国物业的时候 就要付这个第二物业印花税 那当然啦 如果你把你那个50%的业权 甩了出去 甩了被其他人 甩了被你的配偶 甩了被其他人的话 那你可以退回这3% OK 但是大前提也是这个 就要你自住的了 真的要证明到 是 没错 是的 就是你不是拿来收租啊 其实呢 我得一半业权 都仍然可以退到 就是英国的3%的税项 是的 如果已经卖出了前自住物业 那但是因为你有其他的投资物业 令到你买英国自住物业的时候 就给了3%的第二物业印花税 其实都是可以退税的 不过申请上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那最后一种就是 买入英国物业前后一年之内 当中的连续365天 住满英国183天 就可以退税 那另外 首次资业优惠仍然维持的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就算是预期申请 都可以申请得到的 那详情可以看回我们 2月7号发布的那段短片 那这里呢 我想趁机会说一点 什么叫做首次优惠 那如果你是首次资业的话 就是说你在全球都没试过 拥有物业 而你买入物业的目的呢 是打算作为你的主要居所 楼价又不超过 62万5千磅的话呢 就可以享有首次资业优惠的了 那42万5千磅以下 是不需要给人花税的 不过呢 如果海外买家 仍然都要给海外买家 研发水 那我就曾经收到一个求助个案 就说 就是他买房的时候 明明是符合首次条件的 那但是律师呢 就不跟他申请首次优惠 那律师的理由就是 因为他是海外买家 英国的物业 就不是他们的主要居所 所以就不跟他申请首次优惠 其实呢这个说法呢 我是保留的 因为条文里面写呢 只要你买英国物业的目的 是打算作为你的主要居所 就可以享有一位的了 并没有讲过 身处海外不符合的首次条件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遇到 这类型的情况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上诉的 Eric啊 我又听过一个说法了 你呢这个首次置业呢 就说是全球都没有试过 拥有物业 但是呢 我买的时候 如果我老公那方面呢 或者配偶那方面呢 他其实他有的 只不过我明下没有 我没试过买房子 我有听过说 如果配偶有 其实都没有这个首次优惠的 是不是呢 是的 因为在英国税务的一个角度来说 夫妻是一个人来的 所以呢 是哪一方有的话 就等于呢 大家都有 所以呢 如果一方不是首次的话 夫妻之间 因为是一个整体 所以都变成了不是首次 是的 所以呢 如果结婚的人士呢 这里就要注意了 就要计清楚 不要呢 就是呢 以为自己呢 有首次啊 或者等买了房子才结婚啊 哈哈哈哈 下一集呢 Eric 就会跟大家说多些关于退税的实例 尤其是一些退税的五区 即是有什么情况是不能退税的 因为就算被你退到呢 只要税局呢 之后查到你不是合乎资格呢 都有机会拿回税的 既然海外买家印花税和第二物业印花税加上都5% 30万的房子涉及的税款高达15,000磅 不少的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退税五区的话 就可以尽量避免提高退税的机会 不少的 想知道呢 就记住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如果大家想看看自己能不能退税 都可以联络Eric做一个免费的资讯 如果大家适合做这个退税 又想找Eric搞退税 他们都可以帮忙搞的 他们是不成功不收费的 有兴趣就可以拉开影片的资讯 里面就有一条Google Form的link 留下联络Eric就会找大家的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这条影片有用的 记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Facebook、IG和Patreon 多多支持 下次见拜拜